是范围非常之大 我们不是这一生 一切造作 这档案像档案库一样 无时劲以来 我们所造的一切业都在这里头 所以你只要真正解脱了 真得阿罗汉古 直到过去无本事 不但知道过去无本事 也能知道未来无本事 未来还没有来 怎么会知道 阿罗汉野烈心理论的档案 那是因 从那个地方就知道 未来的状况 所以 智慧 对于 宇宙人生 万华的通大明了 不要去学 科学家是学来的 学得很有心 学得好辛苦 才知道那么一点点 不要学 所以佛跟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高明 教育上开悟 那悟从哪里来的 悟从清净心来的 从平等心来的 清净心是定 平等心 平等心是大定 阿罗汉所修的 是清净心 菩萨所修的是平等心 所以阿罗汉 只是把执着放下了 他还有分别 菩萨分别没有了 为什么不能执着 为什么不能分别 因为它是假的 因为它是假的 你分别执着 还是假的 假上再加假 你什么时候能进行 先不了性啊 必须得放下 阿罗汉放下执着 他还有分别 再把分别放下了 他就是大菩萨了 三弦菩萨 大菩萨了 三弦菩萨 再把无明放下 无明什么 我们要懂啊 就是一念不救啊 这个方向 就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见心成福 往生到极乐世界 不必 不必阿弥陀佛加持 他也身 舍保 专业度 他要不到 极乐世界去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他将来的往生 化藏世界 化藏世界 是 是释迦摩摩尼佛的 宝土 报生佛 所居住的地方 完全靠 界定会 不需要 不需要 极乐的工具 也无需要 极乐的知识 你定到一个程度 你 沿界就开了 那一个程度 都显到了 阿罗汉 天眼 能看三千大千世纪 看得很清楚 如同眼前出见 法身菩萨 华音竟然告诉我们 原教初诸佛萨 他就不止看 一个大千世纪 他能看 几十个大千世纪 几百个大千世纪 几千个大千世纪 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纪 也就是说 摄佛三世 在禅定当中 空间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我们有过去 现在 未来 他们没有 过去 现在 未来 统统在当下 同时看到